HELLO 大家好我是Tweety 今天的影片就是我的 万性折化妆教学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精灵look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妆怎么化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了 我觉得要打扮成仙子或者精灵 有一个明亮的肌肤是很重要的 所以经过简单的保湿之后 就可以用一个带有珠光效果的底霜 或者光染液去营造一个透亮的皮肤效果 接着就可以用一个遮瑕度比较高的粉底做底妆 我会用RCMA的粉底做粉底和遮瑕膏 然后我就会用一个深一点的粉底做阴影 因为我想轮廓突出一点 所以今次打阴影部分也是比较重 然后我想那个contrast大一点 所以我就会用一个近乎白色的粉底做打亮 想那个妆感更加梦幻 其实也可以在眉上下手 除此之外也可以配合我头发的颜色 所以我今次就会用蓝色的眼影和紫色的眼影 去慢慢画我眉毛 你可以留意到我今次的眉毛是拖得很长 比我原本的眉型很多 由于今次我想画一条很长的眉 其实我眉眉的位置都没有眉毛 所以用眼影粉就不会太上色 所以我也会加少许Liquid Lipstick滑下去 除此之外也可以用Liquid Lipstick滑上眉毛 令到它们都是一样的颜色 之后就可以在眉底用少许遮瑕膏 遮瑕膏遮瑕错的地方 而且令到眉型更加刺激 更加突出 之后我就会用RCMA这个碎粉去定一定 比较厚粉的位置 让它不要变成一粒粒的 之后我就拿了这个眼影膏 先打底 不过之后你可以看到 我会用另一个眼影遮瑕膏 因为这个最后是有少许融的 之后我就拿这个啡啡的灰灰的颜色 我就开始去画新的眼影 因为我想这个颜色看上去 会有一个高痘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会将边画到向上 然后就用这个白色 塗在眉毛和新的眼影的线中间 令到那个contrast更大 我想那个眼线的层次更丰富 所以我就会先用这个墨绿色 去画一个比较松和柔轻的眼线 这一步就可以画得长一点 然后我觉得那个鼻影打得不够厉害 所以我就拿了那个paret的颜色 再打厉害一点 然后用液体眼线笔 我首先就会画一个长一点的内眼角 然后就会在眼尾上去 令到那个眼睛的尺寸延长了 想眼睛看上去再大一点 有anime的感觉 那我就会用一个白色的眼线笔 画内眼线的 然后就黏一个假眼睫毛 因为一开始用那个底箱 它是有点细粉 所以我就决定用这个diamond crusher 遮住它 再加一些闪瘦的效果 然后我就不塗接毛液 我就会直接用眼线笔 画几条假的下眼睫毛 在我的脑海中 我觉得精力也是比较苍白的 所以我就不塗胭脂 就会直接塗一个很闪的光影粉 然后要增加这个望患的效果 和慢性节 可以跨一些 那我就会黏这些很大粒的闪粉 在面上那里 其实黏哪里呢 你喜欢就可以了 那我就决定黏半边面的 那我就想两边面是有点不同的 沾完面之后 我就觉得 那既然也是 那我就黏在额头那里 就有一个咽咽面的效果了 那因为我是要做精灵黄厚 那所以我就要加这个 头冠这样的效果的头色 那这个呢 就是一条过直接黏上去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其实你可以自己买一些闪石回来 用一些双眼皮膠水黏上去就可以了 那眼和面的化妆 其实就差不多了 那接着就要加我们的重点 那个精灵耳朵了 那我这一对精灵耳朵呢 其实我是在Taste的supermarket那里找到的 那我也见过 深水贝有得买的 那所以就可以大家自己找一下 那我觉得那些皇后公主 都是塗红唇的 那所以我就找了这个 这个梅红色的液体唇膏 就塗了先啦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想那个妆感再夸张一点 再梦幻一点 那我就在嘴上再塗了这个 这个闪粉top coat 那我后来留意到 原来这个Kiko已经没得卖了 那但其实你可以用一个 金色的眼影粉塗上去 都可以做到相同的效果 那来到这里呢 化妆就完成了 那接着就可以做一下头发 遮住那个耳朵的连接位 那直头发呢 看上去就是这样的 那当然除了化妆之外 造型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接着就找了一些 配襯的饰物啊 然后呢 就把前面那两只头发 夹软它 那我夹软的头发 就没有什么技巧可言了 都是就这样 用一个直发夹 是这样夹软了前面那两只的 然后呢 再黏上一个假的 长的指甲 和带上一些其他的饰物 那这个软就完成了 不知道大家今年万圣节 会不会出去玩 和想着用什么造型示人呢 不如你也在下面和我分享一下吧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好漂亮啊 我要洗完这个 然后出门口 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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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有些人 那你